贫穷的本质的作者阿比吉特·班纳吉和艾斯特·迪弗洛 是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 本书告诉我们穷人为什么这么穷 以及如何运用经济学思维来解决贫困问题 贫穷的本质这本书最核心的议题就是告诉我们穷人为什么这么穷 本书能帮你看清穷人思维方式的弊端 可能你现在还不是穷人 但是很难保证你没有穷人思维 不管你现在有没有钱 有多少钱 只要你有以下的几个思维习惯 就难免还是一个穷人 书中对于贫穷总共归结了三个原因 一 穷人缺少有效的避险工具 二 穷人不做远期规划 三 对于认知范围以外的东西 穷人有太多执拗和偏见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原因 穷人没有有效的避险工具 大部分人其实对穷人有一些偏见 在我们的印象里 穷人懒惰 自制力差 不愿意接受新鲜事物 甚至有的时候愚蠢 但问题在于 穷人真的像我们的刻板印象那样吗 我们和世界上最穷的人之间 真的有本质的区别吗 贫穷的本质这本书的两位作者 跑遍了五大洲的穷人区 经过大量的调查 他们得出的结论是 穷人很穷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 规避风险的手段太落后 比如穷人往往会生一堆孩子 生一堆孩子说明他们的观念落后 本来家里的资源就很有限 还生一堆孩子 每个孩子都得不到充分的营养 也就没有机会接受足够的教育 最后孩子长大了也就赚不到钱 由此陷入恶性循环 最后是越穷越生越生越穷 所以按照这个逻辑 生很多孩子说明穷人目光短浅 可是穷人为啥愿意生那么多孩子呢 他们真的以为生孩子多了就能变得富有吗 本书的作者告诉我们 穷人生很多孩子的真正原因 是为了抵抗风险 对于穷人来说 他所在的国家往往是没有社会保障体系的 他想规避养老和医疗的风险 只能依靠自己的子女 但是子女身上的不确定因素太多 比如有的孩子可能会早早夭折 有的孩子自己混得也不怎么样 没有能力养老 还有的孩子和父母的关系不好 不愿意帮助父母等等等等 这种情况下 穷人往往就会采取多生几个的策略 尽量规避风险 用中国人的话说就是养儿防老 所以说穷人生孩子是一种理性的思考 只不过这种规避风险的手段实在是太粗糙了 而且它限制了穷人的财富积累 让穷人活得更辛苦 但是我们不能认为 穷人生孩子多是愚蠢的 因为他们也站在自己的角度 衡量过这个事的利弊 更重要的是 我们不愿意多生孩子 可能和我们思想多开化没有什么关系 很多调查研究都表明 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 比如医疗保险 养老金 退休金 能够让生育率大幅度下降 而且还会减少对女性的歧视 也就是说 我们生孩子越来越少 觉得生男生女都一样 其实是社会保障水平进步的结果 有了保障 自然就不需要多生 这个和思想进步的关系并不大 穷人还有一个规避风险的办法 就是借钱 穷人借钱都是额度很小的贷款 在印度之类的国家 有很多小额借贷机构 专门借钱给穷人 跟银行正规的贷款相比 小额贷款的利息要高十倍 甚至几十倍 说白了 就是高利贷 这么高的利息 穷人为什么放着便宜的钱不借 非要去借高利贷呢 穷人当然不傻 但是问题是 正规的银行为了规避风险 会尽量借钱给有资产的人 因为这些人还不起钱的时候 还有资产可以抵押或者变卖 但是穷人有什么 穷人什么都没有 小额贷款机构可以突破这些限制 他们愿意借钱给穷人 可是毕竟这是一个铤而走险的生意 穷人还不上钱 贷款机构就血本无归 所以他们必须把利息提得很高 这样的话 即使有一部分钱借出去了 就算再也要不回来 但是因为利息足够高 收回来的这部分钱利润也高 足以弥补掉亏空 这就是高利贷的贷款利息 比银行高很多的原因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 这种高利息的小额贷款机构 其实也在帮助穷人 并不是像大家想的 剥削可怜的穷人 但是通过借高利贷来规避风险 这种方式效率也不是很高 为了提防穷人违约 小额贷款机构放贷之前 就会派人到穷人家里 仔仔细细地做调查 调查的越细成本就越高 贷款机构最后放款的利息 也只能更高 穷人拿到更高的利息的贷款 还不上 或者故意不还的可能性就更大 这样会导致坏账率更高 所以这就是一个死循环 穷人在脱贫的路上 越走越是一个死胡同 所以说 不管是生孩子还是借高利贷 穷人应对风险的时候 能拿得出手的这几张牌 效果都不怎么好 成本也特别高 这就是造成他们贫穷的第一个原因 规避风险的手段 太落后 穷人陷入贫穷的第二个原因 是没有远期规划 很多地方的穷人对教育不重视 即便有很多慈善组织 跑来给他们建学校 还苦口婆心跟他们说 普及教育有多好多好 但是家长们把孩子送去读书的积极性 仍然不高 原因很简单 因为穷人并不确定十个儿女里 有哪一个可能会给他养老 而教育偏偏又是一个长期的投入 好多年以后才能看得见成效 你让我把手里有限的资源 压宝一样的压到某一个孩子的身上 来赌一个遥遥无期的结果 这对穷人来说 风险实在太大 他们宁愿把钱花到 马上就能见效的事情上 比如说买点吃的 改善一下伙食等等 我们通常都会觉得穷人是很穷的 他们穷得连填饱肚子都有困难 如果说他们得到了慈善机构的粮食补助 他们肯定会去买更多的食物来填饱肚子 可是贫穷的《本质》这本书的两位作者 在印度当地做了很多社会实验 他们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当穷人可以多买一点食物的时候 他们并不会把所有钱 投入到换取更多的补充能量的食物上 相反 他们会选择买一些口味更好的 价格更高的食品 甚至有人会拿补贴的钱 去买了电视机和收音机 更有意思的是 这个事情还很普遍 比如在尼加拉瓜 56%的农村家庭里有收音机 21%的家庭里有电视机 即便在有些地区 比如印度的乌代布尔 这里实在太穷了 电视机和收音机都买不起 那是不是说 他们会把补贴的钱都花在池上面呢 也不是 这里的穷人 会把自己14%的预算 花在宗教节日上 这些人明明很穷 他们为什么不把钱攒起来 以备不失之需 或者趁着发补贴 多买一些口粮 而是要干这些 看起来对填饱肚子 毫无用处的事呢 两位作者跟村民聊了聊 他们才恍然大悟 原来对于穷人来说 他的首要选择 看起来是填饱肚子 其实不然 世界各地的穷人 虽然营养不是很均衡 但是填饱肚子 还是没有问题的 他们最希望的是 让自己毫无希望的贫穷生活 少一点乏胃 减少乏胃的方法 可以是一台电视 也可以是一点特别的食品 还可以是一个 欢乐的宗教节日 他们的想法是 任何值得做出的改变 都要花很长的时间 做长期规划 不如我只关注当前 尽可能把日子过得愉快 于是他们会甘于当下 只看短不看长 在贫穷的世界里无法自拔 这就是穷人 之所以穷的第二个原因 没有长远规划 陷入贫穷的第三个原因 是执拗和偏见 这种执拗和偏见 主要体现在 超出认知水平的领域 比如说 很多国家的穷人 会把自己的大部分钱 花在健康上 你可能会说 穷人关心自己的健康 不是什么坏事啊 但是问题是 他们的花销并不科学 比如说 穷人特别喜欢用抗生素 而且经常会做一些 为时已晚的外科手术 也就是说 穷人平常不会花小钱 预防疾病 像打疫苗 买蚊帐之类的事情 他们都不接受 而是等到健康 真的出了大问题了 他们又不惜借钱 来拼命治疗 治疗大病的花费 自然就高了许多 这也是拖垮 很多贫困家庭的原因 穷人为什么会产生 这种错误的医疗理念呢 这和他们所处的环境 是有关系的 比如说 他们觉得 药物直接输送到血液里 是很重要的 所以他们都愿意输液 觉得输液比口服药 更有效 所以他们会大量的 使用抗生素 如果一个流感患者 去看医生 医生发现 这只是一个普通的感冒 什么都不用做 自己就会痊愈 所以什么药也没开 病人后来感觉到好转以后 他就会认定 我自己的病情好转 跟这个医生没什么关系 因为医生什么都没做呀 那我们换一种情况 医生给他打了一针抗生素的话 他很有可能会感觉好一点 所以他很自然地会产生虚幻的联想 觉得病情好转 归功于抗生素 依然不是医生的功劳 而如果医生给他的治疗 没有任何好转 那他又理所当然地认为 这个医生太差劲 总之就是对于医生 没有缘由的不信任 所以当医生给穷人 一些预防性的建议 比如说打疫苗的时候 穷人会当做耳旁风 然后他们又会继续自己 那种很不科学的健康开销 这种执拗和偏见 加大了他们的健康开支 加剧了他们的贫穷 以上就是贫穷的本质 这本书对穷人 为什么会变穷的解释 我们唯一强过穷人的地方 就是我们成功地 避开了第一个原因 也就是我们的避险手段 要比穷人多得多 因为在现代社会 有医保 有养老金 有保险 这些现代金融工具 我们不需要靠多生孩子 借高利贷 来规避不确定的风险 但是这和我们自身的 努力和认知 关系并不大 所以作者认为 我们和世界上最穷的人相比 其实并没有什么本质不同 他们思维的误区 他们的短视 我们也没有能力规避 唯一的不同仅仅在于 我们出生在一个 体系完善 自动运转的世界 而他们的世界是残缺的 而我们想要避免 掉进穷人思维的陷阱 那就必须学会 用理性的精神 去克制人性里的短视 避免用直觉思考问题 好了 贫穷的本质 就为你介绍到这里 视觉化阅读 让读书变得更简单 锦辉试度 感谢观看